美国法院向美方 美国政策立法国庆祝时代 为一代接入中国产党 美国政策的真相 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发展 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 摒弃冷战零和思维 和意识形态天见 正确看待中国 和中美关系 停止负面言行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关系 回到协调合作 稳定的正确轨道 英方亲来的有关 涉港的错误言论和举措 罔顾香港国安法 有助于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基本事实 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谴责 中方敦促英方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以免对中英关系 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香港特区 依据基本法享有的 独立的司法权 和终审权 不受影响 我想重申 我们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严格按宪法和基本法 办事的决心 坚定不宜 推进香港国安法 全面有效实施的决心 坚定不宜 请不吝点赞